16世纪的基督教新教徒曾经为了反对偶像崇拜而捣毁过雕塑 史称怒砸偶像 似曾相识的是 比拉克境内的激进分子一直在摧毁一些无价之宝 他们认为这些文物古迹违法了伊斯兰教义 很多人看到这些视频的时候 颇有时光倒转的感觉 这不是2015年 而是2015年 就在我讲话的同时 有人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有人被活活烧死 被砍头 来自南卡州的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 主持了一次听证会 聚焦激进组织伊斯兰国 伊斯兰国首领阿布巴克尔巴克达迪 宣布重建中世纪穆斯林帝国 自称伊普拉辛哈里发 保守派基督教活动人士杰伊塞库洛相信 他们打的伊斯兰旗号是正宗 他们就是这么叫自己的 他们把自己叫做哈里发国 伊普拉辛哈里发相信 他是全世界的伊斯兰领袖 不管我们想怎么叫他们 其实都无所谓 在议员们苦思如何应对激进组织的同时 美国人在更大的范围展开辩论 探讨究竟是应该把他们视为伊斯兰还是离经叛道 在我看来他们是劫持了教宗 伊斯兰学教授约翰·艾斯·珀西多说 可兰经中你们在哪里发现他们就在哪里杀戮他们的训事 被人脱离上下文而曲解了 当时说那段经文时跟基督徒和犹太人没有任何关系 经文说的是多神教的迈迦人那时他们正在迫害穆斯林 真主在可兰经中对他们说 如果他们攻击你们 你们就要反击 一些评论人士争辩说 伊斯兰教需要类似基督教新教的宗教改革 摒弃对经文的传统解读 不过艾斯·珀西多说 他们要小心自己的愿望成真 他们都说伊斯兰需要宗教改革 有时我对我的穆斯林朋友说 那样的话他们实际上是在说应当来一场群体灭绝 因为我们现在一提宗教改革就想到启蒙 但我们忘了还有百年战争 欧洲历史上的确也发生过教派冲突 艾斯·珀西多说 这是因为有一点是跨越时间和宗教的 那就是人们利用宗教来为政权和战争寻找合法性 美国之音索克洛夫斯基华盛顿报道